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过去呢曾经介绍过B.O.S.法定律 B.O.S.法定律呢 它是当电流通过一个点的时候 在空间的另外一个点呢 所产生的磁场 但是现在假设把这个点 就是电流的长度呢 把它增长 在这个点上面所产生的磁场 那我们以这个B.O.S.法定律为基础 来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把B.O.S.法定律的那个电流的长度呢 把它增加 这个增加的长度呢 增加以后我们就称为长子导线 以及它的附近所产生的一个磁场 那关于这个长子导线我做一个解释 因为到底是要多长才叫做长子导线 我想直没有问题 只要这个电流不是弯曲的都是属于直导线 那其实所谓的长的话 它的定义呢完全是用相对来做比较 等于你所取它的附近呢 这些点呢跟它之间的距离 要是远小于导线的长度的话 它就构成了所谓的长子导线 好我再重复一次这个观念 就是说它虽然是一根导线 也许长度只有一公分 对不对 那当然它的附近一定都会产生磁场 包括这个两公尺呢 其实也都是有磁场 但是对这个两公尺的这个点呢 对它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长子导线 因为它只有一公分而已 对不对 而是距离是两公尺 它虽然是一公分的 但是你所取的这个点 跟它的距离呢 假设可能只有0.001公分的话 那对这个点来说 它就是一个长子导线 好 所以我们利用币优沙法定律 以及它的积分的公式呢 计算的结果 这个P点的磁场呢 就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那这个μ0呢 我们就是真空的导值系数 就是四拍乘上时的负七次方 所以如果除上二拍以后呢 就变成二乘上时的负七 那这个是代表电流 这是代表距离 这个距离是P点跟它之间的垂直距离 那我们利用这个右手螺旋定律 我来解释它的方向 就是P点的磁场方向 假设电流是从下往上的话 它产生的磁力线呢 是一个逆时中的磁力线 它是一个逆时中的磁力线 所以切到P点的时候呢 这个箭头的方向呢 就是代表P点的磁场方向 但是它的大小呢 你就很容易看得出来 它是跟电流是成正比的关系 那跟距离呢 是成反比 所以说离开它越近的话呢 磁场就越大 离开它越远的话 磁场就越小 利用一个立体呢 来加强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假设一个长子导线 它上面再有一百安培的电流 那垂直流入紫面 那如果垂直流进去 我们通常是画一个叉叉 所以它的四周围 它的四周围会产生一个磁场 好 那我们就是取一个点 这个点呢 它距离它的右方是 十公分的地方 所以对这个十公分的这个点来说呢 它确实是一个长子导线 那这时候我们先利用右手螺旋定着呢 来定这个磁场 它的磁场方向会往下 因为它的磁力线是 右手螺旋定着 所以它的磁力线是逆时中的 那它的切线方向呢 是往下的 好 那这个十公分的这个地方 它的磁场是往下的 右边 好 那我们利用公式呢 来算出这个磁场的大小 就带进去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点呢 它的磁场的大小 就利用长子导线附近的磁场公式 好 就是2 乘上10的负7次方 好 再乘上电流 它的电流是100N平 就是10的2次方 那距离呢 一定要把它划成公尺 那我们到10公分的话 大概是 就是0.1公尺 就是10的负1次方 所以我们看出了 很快的就可以知道 这磁场其实是蛮大的 那负7加上2呢 是负5 对不对 负5再减掉负1的话呢 就变成负4 所以它的磁场其实是蛮大的 2乘上10的负4 这个磁场相当的大 那我们叫磁场的单位是 特斯拉 那有关这个长子岛线附近磁场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